今天股民好嗨啊 因为今天台股再创历史新高 收在23209点 那么台积电又创新天价 股价已经来到984元 即将挑战的是1000元大关 那么鸿海广达股价也继续上涨 而且在今天本土投顾也喊话 说台股还没涨完 那么最快在Q3就能看到25000点 相信台积真的再创奇迹 护国十三台积电19日只有超级狂能形容 盘中飙上984元天价 市值今年以来暴增了10兆 除了靠AI加持每股上涨力多外 台积电连两日买进库藏股激励 都让台积电离千金更进一步 因为台积电的大涨 那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股市 基本上台积电全都占三成以上 现在是33个percent 所以台积电基本上就占了指数的贡献大部分 过去我们所谓的垃圾盘 就是台积电大涨指数涨之后 很多股票其实居高市委被卖下来 但是我们从五月以后观察 这个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变 台股垃圾盘下 大盘也持续标高 盘中大涨518点 中场以23209点作收 持交金额来到6033亿 外资再敲进495亿 史上第七大盘面不少个股红彤彤 郭台铭零百里两位大咖 身价不得了 光搭盘中点火一度涨停 鸿海创近17年来 新高价收在203元 联发客蓄刷新天价 微影收盘也大涨9.4亿 接近涨停价 台股不断协下惊奇 无极限 专家甚至点名台股这两周 涨的速度太离谱 因此调高第三季指数上看25000点 预计高点会出现在8月中下旬 甚至喊出未来3万点 知日可待 东森新闻最后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